最近疫情已经开始升温了 你也去抓清冠一号当水喝吗 不过其实有中医师提醒 其实清冠一号主要它的药性非常的寒凉 如果没有症状或者是没有感冒的关系 就去服用的话 恐怕会造成消化道的不适会适得其反 如果真的想要备用一些药材或食疗缓解症状 其实可以吃一些清热降火的白萝卜水梨 或者是白木耳山药 或者是饮用银耳莲子或是薄荷菊花 都有清热泄火的作用 本土疫情升温 目前国内累积病例50万5455例 本土感染49万3410例 死亡病例为951例 值得注意的是 近一周5月5号到5月11号 新增30万2754例 较前一周12万4403例 明显上升 进入广泛社区流行 多数民众感到恐慌不安 担心染疫 现在确诊的轻症与无症状约99% 而事实上这些轻症和无症状确诊案例 才在家照顾模式 5月2号确诊 5月2号确诊嘛 然后有打过三剂的一个疫苗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症状是有哪一些 穿隔离衣三十五岁庄小姐在防疫计程车与中医师视讯对话 他确诊新冠肺炎三天后生产 产后仍出现轻微不舒服症状 他决定寻求中医治疗 最近其实不用太急着抢这个清冠一号 最近一个月反而应该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让自己确诊了 这才更重要比抢清冠一号更重要 那记得口罩剩余一切 口罩剩余清冠一号 口罩剩余疫苗 记得口罩请戴好戴满 然后这一个月内尽量不要确诊 那一个月之后这些药厂的产能都会出来 到时候大家都会有药 所以不用担心 中医师指出如果有糖尿病或心脏病病人 医师问诊知道之后 会在清冠一号处方基础下 再帮病人调配其他用药一起服用 这就是一定要经过医师问诊 才能处方的重要原因 针对一些平常健康的民众 如果您现在目前身体状况都很OK 那但是担心疫情的关系 那如果想要做防疫的动作的话 其实防疫茶会更适合你 那个清冠一号目前不适合当做防疫的 清冠一号是当你身体已经有感染病毒的时候 我们是来清病毒用的 但是你平常身上没有病毒 你不需要一直清 你一直清反而身体越来越弱 所以你应该喝那个防疫茶 防疫茶它的效果是增强你的免疫 避免病毒伤到你的身体 确诊人数上升 大家也都很恐慌了 不过因为清冠一号 它还是要在中医师的指导之下 用药相对才会安全 所以没有染疫的民众 那千万不要再去抢购 这个清冠一号来当做保健使用 清冠一号它在轻症跟中等症状 它已经在临床 确认它是效果是相当好 我们在去年五月到八月的观察 使用清冠一号的患者 在二十八天三十天的追踪 并没有一例转成重症 所以很清楚的一个效果 清冠一号它比较是属于 病毒感染的发炎阶段 所以我们发展了一个清冠二号 清冠一号为医师处方用药 必须有中医师开立处方间才可服用 若是用于预防 未经中医师指示自行服用 可能使身体免疫力下降 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不过确实 现在临床上越来越多证据显示 面对确诊真的不得大意 像是上个礼拜就有二十多岁的女性 从确诊到并发死亡只有六天 原来年轻族群如果出现 以下四种症状的话 恐怕都是免疫风暴的征兆 交给作合 现在Omcom多半是轻症或是无症状 那当然很多的医生也提醒说 老人家以及小朋友要特别的留意 可是现在年轻人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台大急诊医学科的教授李建章 他就举例了 他说我们在之前有看到 二十多岁的一名确诊者 他从发病到死亡这个时间非常的短 那么他就说 这个其实所谓的猛暴性病程 很多年轻人都会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像是有一些新冠死亡的高风险因子 尤其是你长期可能是睡眠不足 或是有烟酒生活习惯的 又或者是你本身有一些疾病 那正在癌症化疗当中 或是有一些慢性病 都可能会增加你的死亡风险的人 就要特别的留意了 那么他还说 如果你出现了以下这些症状 像是意识混乱 恶心呕吐或者是低血压 以及呼吸非常的急促的话 那么都要特别的注意了 即便你是非常年轻的人 但是你也可能会出现 这种所谓的猛暴性的征兆 疫情海啸之下 我们都依靠的是 全国的消防跟救护系统 来挽救患者的生命 不过他们的业务量 其实也增加了1.2倍 最近梅雨封面又要报到了 恐怕会出现致灾性的大雨 河川也进入了讯期 为了让防疫工作满载的紧销 他们能够有喘息的空间 现在内政部也盘点了国军 以及民间的救护力量 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努力 一起度过疫情的高峰 一听到广播声响 又是跟确诊或隔离案件相关 消防救护队员马上起身着装 从口罩到防护衣手套 防疫全套装备搞定 4分钟内上车出勤 从疫情到4月底到现在 其实我们平均一天的量 大概是18到20件 像5月1号到今天5月10号 已经有170件了 早期去年的疫情 是我们有防疫专队先游闲跑 那现在是所有的台北市的消防局 救护车 目前线上是65部 全部都是一起上线在跑 想跟民众呼吁就是说 如果他已经打电话叫救护车 希望他把他自身的一些证件 还有他的钱 还有一些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先带着 不要我们在线上又要等他 准备这些东西打包 就是节省我们彼此的时间 今年疫情爆发后 消防救护出勤记录 每天都在不停挑战新高 根据内政部资料统计 随着疫情变化 全国消防救护量 已经是过去的至少1.2倍 因应疫情的关系 救护车也有升级 我们进到里头呢 看到这一块隔板 它呢是在新型的车款才有出的 这隔板呢 特别隔开了驾驶舱还有救护舱 就是呢为了隔绝病毒的传播 另外还有看到这个 这个呢是紫外线灯 熄火的时候呢 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进行全车的消毒 不止疫情需求 面对梅雨季的到来 全台正式进入防汛期 消防量能势必更加吃紧 内政部宣布启动盘点 国军城市型救护车 未来甚至调用国军 汉马行救护车来协助勤务 兼顾防疫量能 当然民间力量也不能少 执行完救护勤务回到据点 第一步骤就是进行人员 及全车的消毒 所有角落都不能放过 那我们这边是我们桃园的 宗教救护车有限公司 那我们平常这边是有八台车的 那今天现在只剩一台车 支援疫情就对了 除了政府整合资源 民间单位也出动支援 这回因应疫情的爆发 就有超过五十家业者 总共将近四百台的救护车 加入防疫救护队伍 当然是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能够帮助这个疫情赶快的 得到良好的控制 基本上是跟医疗院所 医疗单位做合作 那因为这一次疫情的关系 我们也接受CDC的指挥 也接受卫生局的派遣 大概会增加三成的勤务量 民众也好 机构或者单位也好 希望能够很诚实的 跟我们陈述这个病人 他的状况 不要让救护人员成为 传播的媒介 以消防救护量能来说 目前还算刚好满载 只不过防疫环环相扣 就算把有需要的民众 送到急诊 医疗量能吃不吃的销 又是一大关卡 疫情急速升温 可还没有到高峰 超前部署全面规划 更显得重要 纪念新闻 许国恒 成文月台北采访报道 同样地方政府也在努力 台南市府五月初 设置了三个筛检站 是松博育幼中心 心化体育场 以及迎新医院 而卫生局表示 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配置 来缓解医疗的量能 网络上也有疫情的地图 可以分析区域的确诊数 以及确诊年龄 资讯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现在从位置 就是在台南市的松博育乐中心 这边在五月初的时候 也规划出了筛检站 可以看到民众 来到这边排队准备筛检 而这边一天 可以服务超过300多位的民众 也减缓了急诊室的医疗量能 民众排队等待筛检 人不忘保持一定社交距离 在台南松博育乐中心 五月初刚成立的筛检站 位在台南市南区 一天可以筛检300多人 是台南这边 可以检测量能最多的筛检站 为了达到与病毒共存的目标 同时减缓医院急诊压力 台南市府在五月初 设立了三个筛检站 分别为松博育乐中心 新化体育场 以及迎新医院 筛检对象以居家快筛 阳性者以及自觉有症状者为主 三个筛检站 平均一天可以筛检700多人 截止到五月十一号为止 一共已经筛检了5268人 每天的情形大概 刚开始的时候是200人左右 渐渐的增加到300人 现在已经往400人迈进了 每天大概有400人左右 大家民众相当踊跃的 台南市大概就七妹医院 跟春达医院 那急诊室本来就很忙了 如果再加上这些需要去做 PCR这个检测的话 我相信他们的负担会更重 我们这个快筛者的建设 一定会减少他们 很大很大的负担 多次筛检站减缓医疗压力 国家高速网路与计算中心 提供的全球疫情地图网站 可以查询全县市的 各区域确诊人数 还有最新确诊者的居住位置 甚至还有年龄分布 台南地区 截止到5月10号为止 确诊地区以永康区最多 有2002人 其次是东区的1095人 第三者是安南区的977人 最少的是龙崎区 只有7人确诊 专家分析 这跟人口数量 还有年龄结构有关 我们人口数最多就是永康 所以目前来说 还是永康的确诊数 是台南市最高的 而且他外来的人口也多 所以他就变成说 他目前来说他是比较高 可是如果是比较乡下的地区 他一户跟一户之间很远 而且他大部分都是老人家住 也没有去外面跑来跑去 等等 所以相对的看下来 就会有所谓的偏乡的地区 其实确诊数是相对的比较少 若从确诊者年龄分布图 可以发现到 中西区与夏营区 完全没有20岁以下病例 后避区也很少 而60岁以上染疫最多的 则是中西 新市和夏营三区 而5月9号资料 没有20岁以下的病例的 是大内区 20岁以下病例比较少的 是六甲 山上 还有北门区 就有民众戏称 这几个区域 是被病毒认证的长者区域 六甲 山上跟北门 他们的年轻人感染的病例 都非常非常的少 绝大部分都是分布在年长的族群 其中活动度更是重要 那所以说这三个区 如果年轻人的数目 非常的少的话 原则上就代表 这三个区域 他的年轻人的活动的设施 或者活动的场所都特别的少 台南防疫逐渐到位 设筛选战 数据资料分析 拼向与病毒共存这个目标 俯成全体动起来 TBA新闻也就好来一名 台南采访报道 而现在台湾流行的是 Omicron病毒 但是在美国呢 亚变种BA2和BA2.1 正在流行 所以美国单日的新增确诊人数 重新回到了10万人大关 但Omicron跟它亚变种的 传播力之强 美国已经有统计显示 超过了75%的儿童 都曾经染疫 而现在这个亚变种 也让南半球的澳洲 跟纽西兰疫情急速升温 甚至在北韩的平壤 也出现了BA2的疫情 逼得他们的领导人 金正恩开口承认 确实有疫情 也是首度承认 他们的两年零确诊破功了 北韩上个月25号 才举行盛大阅兵 当时领导人金正恩 和身旁的高阶军事将领 还有全场的观众 都没人戴口罩 可是现在 金正恩主持劳动党紧急会议 罕见戴着口罩现身 不过会议开始后 他又把口罩脱下 原来是北韩宣称的 零确诊正式破功 出现首例Omicron BA2变异株 对于疫情 北韩官媒形容 Omicron病毒输入境内 事态严重 要把国家防疫工作 上调到最大紧急防疫体系 消息一出 中国大陆马上表态可以帮忙 我们对朝方当前面临的防疫形势 感同身受 中方随时准备 为朝方抗击疫情 全力提供支持帮助 全球疫情持续延烧 美国新冠死亡数 正式突破100万大关 随着Omicron变种 传播力变强 担心疫情还会有变化 白宫防疫官员甚至警告 如果不批准相关的资金 担心到了秋冬 美国可能会出现一亿例的确诊 届时医疗物资又会吃紧 目前科学家仍努力研究 人体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反应 发现相对感染者打过疫苗后 抗体反应会比较一致 不过抗体另外跟人体内的B细胞和T细胞有关 前者能在病毒卷土重来时制造更多的抗体 而后者能激活免疫系统 吞噬受感染的细胞 随着疫苗涵盖率增加 许多国家解除防疫限制 甚至不用戴口罩 在法国已经能看到陆续有外国游客 不戴口罩和巴黎铁塔合影 但是这里的外国游客 仍以欧美国家为主 事实上欧洲还直接宣布 16号起机场航班不再强制戴口罩 中东金融中心杜拜更盛大举行世界旅展 吸引上千家公司参展 只是民众急着回归国际旅游的同时 如何有效兼顾个人防疫 似乎还有待时间观察才能做定论 TV夜新闻综合报道 焦点再回到国内 要带您看到的是 北台湾的人购物越来越困难 特别是三十四十四代 他们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 在台北市平均的购物价格是落在了两千万 而新北市跟新竹购物价格更是超过了一千两百五十万 新竹也接近了一千一百万 而购物的压力负担相对比较低的是 桃园市平均的总价是九百四十八点五万 到底北台湾还有哪里只剩下合理的房价 可以让购物族去购买呢 这个地点就在基隆 换算一下房贷还在上班族的合理负担 这也使得基隆闹区的房市开始火热 尤其暖暖区 因为距离新北交通方便 成为了大台北人口外移的选择地点之一 为在那湖科学园区这间15年的中古房 大坪数房型 预约来看房的人不少 但是总价不低 想入手就得考虑房贷能不能负荷 目前他很愿意放款的金管大概都落在在八成左右 那如果以一千万为例的话 一千万大概在三十年 每个月的还款大概接近是三万五千块左右 那渐渐的都包括连建商 他们新开发的商品都会以两房或者大套房 一房一天下去做规划 因为房价堆叠的比较高 那如果说你还是买三房的话 那你的房价可能负担比例就会比较高 位在台北市区屋矿屋林都不错 还有三房的格局总价是超过了三千万元 这个房贷压力是非常的大 而根据了调查显示 三十到四十岁的购物族 去年第四季台北市的总价 大约是落在两千万元 而新北市跟新竹县是超过一千两百五十万 新竹市也超过一千一百万 这对很多人来说房贷负担不起 就只能开始往其他县市拓展 在北台湾想要买房荷包得够深 近年房价连涨根据内政部资料 2021年第四季全国房价负担能力指标 全国房贷负担率百分之三十七点八三 比前一季上升百分之零点九三 全国房价所得比为九点四六倍 其中可以合理负担房贷的区域 临近双北只剩下基隆市 以基隆的买气来讲 可以看到包括像是像东路 或新丰街这几个区域 会是比较主要的买气的所在 那包括像是暖暖 因为它离系纸 就是新北跟台北 交通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所以也看到比较多的案件 新案会规划在这里 当房贷负担率突破可支配 所得五成的临界点 民众就会对买房失去信心 房贷负担率必须小于百分之三十 才算是可合理负担 全台只剩下基隆市 嘉义县市 云林县 屏东县 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 而基隆交通便利 渐渐成为大台北 向外移出的选择之一 看到这个房价 其实会有一个所谓的外溢的效果 那如果说这个台北市市中心 或者是甚至蛋白区 现在蛋壳区的价格都相对比较高 那我们看到这个买盘 尤其是自住的买放 它就会找一个相对负担能力 可以集的这些区域 然后如果说未来还有一些交通建设 或者是一些利多题材的话 它可能会先去布局 不少房贷族因为有三十年还款年限 能稍稍平衡买房压力 但房价居高不下 又加上可能面临升息循环 房贷负担仍是一大困境 上班族呢 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租屋上班 他选择北漂 但是呢 一旦面临到要成家购屋 他就选择脱北 所以他必须往外围去 包括像到新北或者是桃园 房价及其相对低的区域 举例来说 现在台北的平均单价 是七十万左右 但是呢 如果到桃园 大概是二字头或三字头 在桃园成家的压力呢 是在台北的三分之一 或二分之一左右 想要晋升有可足 只能离蛋黄越来越远 尤其在薪资赶不上房市 涨价速度的世代 买房大不易总征 已久无解 TVV新闻 华正森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我有人力银行调查发现 现在两千年的迁徙 世代进入职场 最青睐的居然是铁饭碗 我们回回信啊 然后看看有没有新的公文 疫情下远距工作 透过笔电 就能在素食店处理公务 24岁的施先生 在台北市政府上班 是个超年轻的公务员 大学一毕业的时候 其实是有想过说 可以到国外发展的那种工作 比如说像航空业 就碍于说直接遇到疫情 正好因缘忌讳之下 看到一个系上的学姐 去考了公职 然后也顺利考取 然后想说 也许自己也可以试试看 第一次考公职就上手 是先生年初考上观光行政 高普考全国双榜首 2月25日到职 还在4个月训练期当中 当初考观光行政 原以为业务会偏向办活动 但被分配到管理性职的部门 做行政工作 虽然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仍可接受 而这么年轻 会想进公家机关 不是没原因 比起一般毕业生的起薪来 都算是比较高 然后第二个就是 稳定对我来的时候蛮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 能够有 作息正常的生活 然后能够兼顾工作跟生活品质 跟石先生差不多年纪 今年22岁的胡同学 刚好就在西元2000年出生 念大三的他在广告公司实习 而公职及国营企业 并非他未来的求职选项 有机会到一些可能跨国的企业 可能就有机会可以到国外工作看看 选择职业哪一些事情是你的考量 我觉得第一个工作环境还蛮重要的 当然薪水高不高 这一点就是很实际的也必须要考量 不要太长加班 这些零零世代年轻人 国际上常被归类于Z时代 也就是1995年到2005年出生的族群 他们的成长过程 受网路社群媒体 3C科技影响 也就是所谓的数位原住民 2000年出生的千禧世代 这一两年陆陆续续从学校毕业要踏入社会 根据人力银行报告 00世代在挑选工作 跟其他世代一样在乎薪水以及公司福利 但比其他世代更在乎是否与兴趣相符 最特别的是 00世代比起其他世代 还要更偏好国营或是官股企业 70世代偏好铁饭碗的比例是12.1% 80世代是12.6% 90世代是11.1% 00世代则是18.9% 明显高于其他世代 这背后的因素与新冠疫情脱不了关系 在大学期间经历了这些COVID-19的影响 所以他们发现如果他的产业受到影响 他可能很快就这个公司就会关掉 所以他们比较愿意选择是政府机关跟民营单位 这个采取中间的部分 疫情深深烙印在00世代的脑海里 根据同份调查 因为没经历过921大地震 00世代共同记忆的排序 是所有世代中唯一一个COVID-19超越921的时代 也影响到他们的价值观 会重新思考工作的价值跟生命的意义 不愿意向过去他们的长辈付出很多的劳力跟身体健康 那只为了成就自己的职业 他们反而会选择工作价值跟生命意义之间的平和 00世代勇闯职场110万的新生代大军 将会是主导台湾未来运转的新兴势力 TVBS新闻陈友翔王浩宇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